这次能多待几天吧 没有问题啊 前一阵做了几笔投资理财 赚得很好 一定是你忘了 开车呢 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想去的地方 属于你一条 想要个男朋友 为什么老要纠结这事情呢 我想要个明确的关系很奇怪吗 我就是想听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我还以为对感情这件事 你我一样成熟 不追求某种约定俗成的叫法 我不想再这样暧昧不情了 在我朋友问起我的时候 我都没有底细说我自己有男朋友 我妈让我去相亲 我都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 跟她说我不去 我就是想你大大方方的 告诉大家你是我男朋友 没有问题啊 我现在就可以去见你的朋友 我没有当隐藏情人的意思 好啊 什么身份 暧昧对象吗 我想要谈正常的恋爱 稳定的关系 我不想要一开始 就带着卑微和委屈 始乱 终气是因果关系 你再欺负我的宗文吧 既然你听不懂 那你就下车吧 我要回去上班了 好好的为什么要吵架 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呀 我的店里来了个年轻的上司 彻底堵住了我的升职之路 还要处处刁难我 我也不能再让你这么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了 感情和工作我总要抓住什么的吧 而且我快三十了 我耗不起了 你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 不停到停车场里去啊 你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 喂 喂 曼妮 这件衣服色系不对啊 怎么能放在这个位置 王曼妮 无故迟到 根据公司规定 要开一张店铺罚单 你可是迟到了十五分钟 不算远吧 那个妮她平时不迟到的 她今天肯定有什么特殊请问 我知道 以前的副店长 对你们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们才会这么松散 迟到早退 过了午休时间不归店 你们打心理学的 这没什么 但以后在我这儿不可能 我要重新规范请假制度 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 三张店铺罚单 换一张总部罚单 集齐三张总部罚单 就会直接被开除 如果你们有谁 存有侥幸心理的话 我欢迎你们来试试 这次的销售黄金月 我希望我们店的销售额 能够排到总部的第一名去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 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谁也不许说大家后退 裁员在我这儿的 唯一评判标准 就是末位淘汰 末位淘汰是什么鬼啊 这不是存心让我们内部搞分裂吗 还什么销售额排第一 故意给我们施压了 真第一不是针对我们 他是新冠上任 像在总部亮相 要我们整个店给他背书呢 那我们就要配合他啊 迟到他都能开发单的呀 晚不成业绩 末位淘汰 他一定赶得出来 年纪轻轻也太狠了吧 谢谢光临 先生您好 请问您需要看点什么 女生用的东西 没问题 这边请 好 这些都是我们这季的新品 您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吧 好的 好 谢谢 可以吗 可以 看看 这几天包起来 先生 我们这些视频也是刚刚到的 您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好 好 好像这个蛮不错啊 好 我拿给你 好的 好 那我给您包起来 好 先生您要的东西都包好了 好 这边方便留您一个微信嘛 这边方便留您一个微信嘛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直接帮您推荐 不必了 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 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 挺适合你的 挺适合你的 你要不要试试 这些都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这些都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她收下就不错了 你干什么呀 谢谢大家对我女朋友的照顾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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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